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未開始節目之前 當然也多謝兩位幫我們做手語的朋友 阿詹和阿邦尼 其實說到現在為止 向左網也做了一段相當長時間 過了一年 差不多兩年 我記得要做這個節目的源頭 就是因為某一日我去拜山 你知道現在是拜山 當然不是留在拜山先講 然後就有個電話說 我打算做一個節目 其實是關於左派的觀點 看一些香港或者甚至全球的現象 我覺得和阿詹尼做節目 當然自戰兢兢 因為不知有甚麼人來 港澈會否被他插 可能隨時的背脊會花光出來 但做了差不多兩年 我背脊又沒有花又沒有損 都合作愉快 很多謝長毛高台貴傻 對 其實我覺得向左網的節目 我也希望 我有個心願的 就是 也不用整個人來 其實左派上來講 其實我在講的 左派的理論 其實也不是很多 因為我們基本上 從事事去做 不會做一個思潮去講 我記得就思潮講 是沒有幾次的 我也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即是說 你看看向左網 覺得夠不夠左呢 是不是真的向左網呢 有沒有看到呢 大家可以通過電郵 給我們一些意見 還有 如果我們邀請嘉賓上來 大家會不會開心呢 當然我先說明 因為我沒有時間 找嘉賓是非常痛苦的事 如果大家有建議的話 或者你想找誰 我也知道 香港左派陣營裏面 駁有文明的人都不少 就是許寶強 很多人可能覺得 我們的節目 不夠學術水平 未必來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議員的話 我又可以充當一個橋樑 以及做一個甘草的作用 就是令他們說得更加好些 陳寶寨很欠 剛才也提到一些 可能我們有意物色的嘉賓 又或者其實 如果大家有些甚麼題材 因為我見到Elon的信箱 好像生醜化毛 我每個星期都會 我負責去看電郵 大家都可以留意 其實每個節目的網頁後面 都有個電郵地址 好好運用電郵地址 去將你想知道一些 想說的一些題目 以往是有一些長期涌等 寄信禮物問題也會有 或者有些題目 或者有些議題 都想透過這個信箱 可以多說一些 歡迎你們彌順 或者這個部分 就先過一個段落 我想其實這一輪發生的事 都圍繞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有 玩開 今天都跟大家說 我自己都玩開一些 比較神秘一點的東西 其實我想這一兩年來講 我想不單止香港 甚至我想其實 神秘無術 是無助 其實你發現到這一兩年以來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命題 為了自我地生活 就是講到公平這件事 我想公平的意思 不單止就是 你有一顆糖 我有一顆糖 那麼簡單 其實如果你說從向左望的角度去看 就是究竟作為一個國家機器 他資源分配那個機制公不公平 是 從這個前提 其實都是跟長毛 這兩年做節目 學了很多這些東西 雖然你說 其實好像兩個馬路在那裡吹水 但我想我吹這杯水 份量都有差不多 你都要時間去消化這杯水的內容 大家知道其實 由那六千元引發起上來 新移民那個社會矛盾 甚至我會幾事為一種 那種矛盾好像回到台灣 在陳水扁執政時那種族群矛盾 當然香港那個族群矛盾 由新移民去到所謂香港人背後的矛盾 當然也有歷史文化甚至制度 政策方面的問題 導致那個矛盾借著六千元而擴大 其實香港的新移民問題都幾愚蠢 因為所謂的大部分的新移民 其實是香港人的家人 同時是在很多以前發生的移民潮 例如香港其實都不停有移民下來 例如中國戰亂走下來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 香港是出產鄉 現在的鄉都不知在哪 所以我們每一次 因為我們是背靠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人下來香港是很平常的 當然以前下來的人 他不是一個移民 他隨時回上去 回鄉下耕田 回鄉下就這樣來 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村的社會 就是來月歸根 賺了錢之後 如果來自農村的人口 其實都回去買家屋 戟家屋 買到某秀田 即是說 其實香港一向都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現在反而移民是少了 為甚麼呢 他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家屬 所以用新移民這個說法 其實都不是很準確 現在有很多新移民的額 其實就要用來港人斷墜 和以前每日150個額 由大陸政府批准下來 會親或者移民是兩回事 其實以前的移民 除非非法移民 合法移民 好一部份都是下來 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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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出現過一個時期 就是甚麼呢 就是當 有幾十多大的轉折 我們不要計 由一九四幾年下來的人 四幾年下來的人 突然間封關 封關 有些人便回不去 有些人便下不來 這是一個 他下來的人便落地身 其實一九六二年 都有一個大的移民潮 移民潮就是非法探親 如果用周恩來的說法 周恩來大家都知道 他是比較能言善變的人 他就 人家問他 那麽多大陸的人 大陸的人下來香港 是否叛國 因為當時大家也明白 逃下來是叛國罪的 因為你是屢通外國 背棄社會主義的大家庭 走到資本主義的地方 其實都看一個政策 有時是議員 有時是緊 但是投敵叛國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黑五類很嚴重 投敵叛國 周恩來被人偷 就是說 那麽多人去投敵叛國 是不是叛國 有人走下去 不是非法探親 那麽真是解了這個 那麽62年 大約走下來 就是因為大陸的大躍進三面 紅旗失敗這個運動 沒東西吃 就餓膚片 那麽人就走下來 這是第一個大的移民潮 第二個就是有些印尼華僑 就是在東南亞華僑 東南亞經常排華 印尼最大宗 排華 排華之後 那些人就回到大陸 回到大陸 就怎麽安置他 大部份都是安排他 在那些國營農場 國營農場 當時不是太差 因為國營農場最假的 都是政府有些投資 那些運作的方法 就不像農村那樣 真是修理地球 握個草頭 修理地球 就這樣敲 還有牛 國營農場比較好些 分配也好些 這批人又是探親 探親怎樣呢 就是大陸政府批准他來香港 再去東南亞華的地方 探親也好 歸國也好 因為他們很多 其實已經是那邊的公民 這是第二個浪子 第三個就是所謂抵對政策 四人幫倒台前前後後 有大批的人 每天都要那邊 因為那時香港人怎樣 用抵對政策的意思是什麽呢 就是有三個層次的拖頭 拖頭一個境就給你 他又不行 要抵對政策就是怎樣 入到市區就不拉 在邊境未入市區未入那條線 捉到都要遣犯 所以當時就興起所謂打蛇 打蛇他才是什麽呢 即不是打草驚蛇 是捉到 因為蛇頭 蛇頭帶人來 打蛇的意思就是 那些蛇頭帶來的蛇仔 捉到之後 黑社會也有 甚麼都有 就打電話叫他的家人去贖錢 即是賺錢去贖 屬於那個人 這個打蛇政策後來沒有了 就以後都不 沒有了 那終於出現了 大家現在每一天 都要帶身份證外出的日子 就是 如果你是香港居民 你是有法定的責任 帶一張身份證去証明自己是香港人 否則的話 你是有罪 我自己那時曾經在西貢做過建築地盤 在1978、1979年左右 每天都被警察查車, 他那時因為不用大手印證, 麗公戲院在哪,今天做甚麼戲, 不懂回答, 一會兒在哪裏下車, 如果尖沙咀搭甚麼車,我問, 如果搭,下車,就是這樣查, 後來就帶身份證明文件, 原流就這樣,為何說那麼多, 其實大家都是移民而來的, 我想請問香港的本土有多少, 是一個小島,很小的島, 即是盛產鄉木,在那裏造鄉, 叫香港,香港, 所以現在去歧視新移民, 其實我可以第一講就是, 即是不知天高地厚, 某個程度來說, 即是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是新移民, 你自己都是移民, 新移民的意思是怎樣, 亦都是針對這件事, 當時發明新移民就是, 很多偷渡下來的人, 就是這樣, 好, 長毛從歷史的角度, 甚至長毛自己親身經歷, 都知道就是, 其實香港人本身, 他的背景, 都是一個移民社會, 所以我想其實今時今日, 出現所謂歧視現象, 或者排斥的現象背後, 究竟作為香港人本身, 究竟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身份, 又或者, 其實很多時候, 香港人就沒有我們, 或者沒有很多部分人, 想得這麼深入的, 他只是覺得一件事就是, 新移民下來, 然後, 他們會搶走香港的資源, 或者甚至搶走香港的教育資源, 搶走香港的社會福利資源等等, 但我想,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不讀書, 或者其實, 根本對這個社會的發展認知不足夠,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某程度上, 新移民也都可能解決了香港, 就是因為出身率低, 而導致到很多中小學, 收身不足的問題, 而令到很多學校要倒閉, 或者叫實效奉潮, 這個其中一件事, 可能大家未必有留意到, 那另外一件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究竟我們對新移民, 所謂新移民的那種憎恨, 究竟會不會將這班人, 混合, 譬如下來買LV袋, 抱歉, 我不應該幫LV買, 應該是LV袋, 或者甚至是下來搶奶粉那些, 又或者下來炒貴香港樓那些, 所謂投資移民, 又或者甚至跟內地政權都在一起, 然後因為我們不能夠對買貴袋的人動手, 我們不能夠對投資很貴, 令到香港樓宇很貴的人動手, 那麼我們可以動手針對的, 就是那些新移民, 所以我想其實整個現象背後那個, 當然其實都有一個相對複雜性的, 就是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會不會就是香港人對大陸那種不喜歡憎恨, 而將那種憎恨是投射在新移民身上呢? 這個疑問,其實現在沒有什麼新舊的了, 疑問,下來,如果你說用縱援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有多少人是申請縱援, 就是佔縱援的所有的受助人裏面, 十幾個百分比, 很少, 其實很多是老人家,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這樣說, 說令到香港的縱援的負擔太重, 即是說一說就真是啞煙, 可能老人家都是令到香港人的負擔太重, 這個也是曾俊華說的, 因為在上個星期, 他在立法會那裏講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他回答那些議員, 問他為什麼你不建居屋, 又不整個全民退保, 全民退保保障, 他說, 他書面就這樣讀, 就是說, 因為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我們低水, 我們的經濟都很脆弱的環境, 所以不能夠做一些長期不能承擔的事情, 他答了我, 就是說, 其實老人家, 你死你賤, 我們都未必夠錢養你, 如果發明制度養你的時候, 豈不是捉重, 因為我不養你的時候, 你求我, 就是我格外施恩, 如果你變了一個權利, 是說, 我弄了一個制度, 實現你那種權利, 即是說, 有一個安息的晚年, 合乎人道的晚年的時候, 如果做不到便糟糕, 就是這樣, 所以你很簡單, 抽獎都是這樣, 你看所有的抽獎, 說了很多條款, 一切的解釋權, 由本公司講, 你現在政府, 還有一間公司, 一切的解釋權由我來講, 就是這樣, 總之我這樣也好, 我違反了之前的49條都好, 我講的, 我話事, 所以最後一句, 英文就是, 我必須最後一句, 很簡單, 現在說回就是, 在綜援戶, 其實證明了一個誤存, 即是等於說, 香港有懶人, 有些人不去做事, 依賴綜援, 也是假的, 因為在綜援的受助戶裡面, 失業的人, 其實只是十幾個百分比, 即是兩種, 新移民加失業的人, 可能中間是有, 在統計學上面, 是有這個, 互相重疊的, 我給你衝其量, 是二十多百分比, 最多, 即是兩類人加起來, 你怎樣可以說, 香港的綜援網, 負擔太重, 是因為新移民造成的, 或是因為香港人懶造成的, 最簡單, 基本上是否認識, 就是掌自己的嘴, 其實新移民根本沒有資格拿綜援, 因為他都未來教香港七年, 甚至連公屋都沒有資格申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新移民下來拿綜援, 令到香港經濟負擔重了, 這件事就欺負你, 不認識, 這個很簡單, 其實他就將歧視到底, 即是出身論, 一天做過新移民, 以後都是新移民, 你明白嗎, 如果這個放在女性的年齡就好了, 一天是24歲, 影響到24歲, 即是完美, 但作為一個, 負面標籤, 對,一個標籤就不妥, 其實很簡單, 你做過新移民, 他平坦多是新移民, 即是說你不是香港人, 即是我看到, 有些人說上街示威, 幾個星期前, 天下無敵, 有很多人,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那些, 是的, 他就說, 其實我們, 其實他講的, 看真他又, 他想講個道理, 他說其實我們不是歧視, 下來的新移民, 我是歧視那些, 準備下來佔便宜, 不去做事的同胞, 這樣講, 有個前設就是第一, 你, 就假設他們不做事, 即是那班人解決他們不做事, 第二就是, 他不做事都沒有中門拿, 是沒有中門拿的, 是要酌情的, 實際上大量出現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現在, 就是很多新移民下來, 他又要鑑便鑑賤, 賺份工, 你又指責他們, 就是你下來搶低所有人工, 這個問題, 大家還說老, 如果那些老闆不是, 成人之危, 覺得你沒有錢, 我給便宜的, 那就炒了長毛, 長毛是我伙計, 7千元個月, 現在有個新移民來建工, 三千元都可以了, 即是, 你怎可以怪一個人, 是因為他要自食其力, 而, 掙扎求全, 去接受一份, 人工低的工作的人, 香港人很奇怪, 在這裏, 我發現一件事, 剛才長毛舉到的例子, 當工資, 因為疑似, 被新移民壓低的時候, 他不會罵, 僱主六無良, 或僱主成人之危, 他只是罵, 那些新移民, 是壓低個價, 搶賤個市, 或者, 僱主不是太無良, 他都是, 即是, 即是, 賺得不是太多, 如果一家租, 就是, 叫做Cut Cost, 麵粉送來的時候, 說加價加價, 你可以講價嗎, 舖租, 說加價就加價, 電幣說加價就加, 輸入性通脹, 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依賴, 我們的, 我們的, 材料, 很多是依賴, 即是, 我們的幣值, 是越來越跌低, 有收入通通脹, 有內部, 因為炒賣地產, 而形成的, 租金上上的壓力, 很多, 是吧, 這些東西, 令到那個, 老闆找不到食, 即是, 做服務行, 那你為何不罵李嘉誠, 為何要罵那個可憐人, 那個可憐人, 是因為, 沒有飯吃, 又拿不到中門, 或者不想拿中門, 去做一份非常非微的工作, 那你這樣又罵他, 所以其實我在罵法會講過, 對於非法入境的工人, 其實不應該判坐監, 應該判一些僱主, 因為, 如果你說人道, 什麼叫人道, 人的其中一個本質就是勞動, 人的其中一個本能就是求生, 那你怎可以怪那些, 是來找工作做的人, 人的本質是否為利是圖, 人的本能是否為利是圖, 人的本質是否為利是圖, 要當自己的同類好像禽獸那樣, 他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不理他死, 這是我們要辯論的問題, 其實也是左派和右派的問題, 右派是弄了一件事出來, 叫做市場, 萬能的, 神聖的, 凡是和市場相違背的東西, 就不是人性, 因此那些人都未必是人, 因為市場最重要, 市場作為一個分配的機制, 或者一個交易的機制, 或者一個剝削的機制, 是不是神聖, 這就當我們要考慮, 所以, 如果你說市場是萬能的, 你便解釋所有東西, 供求關係, 供應多些的時候便跌, 所以, 誰是整個供應多些, 就是那些新言文下來 整個供應多了, 所以便要罵那些新言文, 但問題是, 整個資源的分配, 是否一定要利潤優先呢, 利息優先呢, 不是公司優先, 因為利潤和利息, 是投資的人或資本家, 他獲得的回報, 而打工的人, 他出賣勞動力, 是無辦法, 因為他是本能求生, 他要衣食住行, 他要生存的時候, 他的價格是有一個下限的, 為甚麼呢, 就是你最重要是救食, 如果用市場便不是, 供求一失行, 供過於求的時候便減薪, 所以現在你看回新言文搶工, 其實就證明了新言文, 是勤力的, 而是金字塔一層層剝下來, 剝到小老闆搞不定, 小老闆不行是因為人工太貴, 表面上是因為他, 假設他的資本構成, 是一個不變的K, 即是不可改變的, 屋租是那麼貴就是那麼貴, 電費是那麼貴就是那麼貴, 你沒得以價也沒得攤的, 做了先, 另一個就是變數, 這個變數就叫做勞動者的勞動力價格, 就是這樣, 即是叫工資變為, 所以你便剪掉那部份, 所以剪掉那部份的時候, 所謂剪成本就是這樣, 他不是剪掉其他成本, 因為你根本都沒有以價能力, 你試試去講租, 不要講的, 而這個最仆街最仆街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政府為了挽救樓市, 除了酸九招之外, 如果撤銷了租館, 即是說一個勞動者, 我們簡化, 不非勞動者我們不計, 金龍者, 勞動者, 他在他的可支配收入裡面, 將會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假設住是不能不住的, 除非睡街而已, 那你衣食住行, 乘車又貴, 住又貴, 食又開始貴, 因為租金帶動貴了, 以及輸入性通脹的物料貴, 其實只有衣, 香港比較是好像我這樣, 牛頭馬麵, 牛幾粒都可以的, 那就衣那裡算不算了, 那問題就在這裏出來了, 就是說勞動者去維持他自己的生命, 他自己的生產力, 勞動的能力的價格是越來越高, 他就有辦法不要多拿工資, 因為我要吃飽飯, 我要睡得夠, 我要坐車才可以上班, 所以你看回, 如果從政治經濟外國看, 你有何理由怪勞動者, 其實很多新移民已經是降價, 即是說寧願, 在某個程度來說, 我帶錢打工到, 因為我們事前試過, 好過蹲蹲, 寧願一天的洗費是12元, 工資11元, 你賺了11元, 你都是花1元, 即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減少自己的積蓄減少, 很可悲的故事, 現在都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第一, 如果你是一個小老闆, 做到要剝削工人, 剝削到好像血汗工場, 就不要做老闆, 你打工的時候, 你打工的時候你就會怨, 很多老闆都是打工來, 我見到很多老闆, 我今天乘搭的士, 一上車跟我講, 口若原來又撐我, 下車的時候問他, 你做甚麼的? 我其實是開店頭的, 不過是領會趕絕我, 你想想領會趕絕他, 還是人工趕絕他?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即是當我們的地產商, 即發展商, 加上銀行,即金融資本的財團, 建立了一個互通的平台之後, 即是說銀行家又借錢給那些發展商去投地買地, 然後發展商又賣樓花, 賣樓花之後銀行從中可以收收那些錢, 另外又有銀行作用的平台, 令到那些地產資本不停累積, 即是投資到一定的程度, 越過了他原來的發展商的角色, 走去壟斷其他行業, 這個就是金融資本和地產資本,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那個地產資本的壟斷到一個程度就是, 他多錢到可以不停拼救其他東西, 譬如現在很簡單, 現在你說有多少地產商在控制傳媒, 很多,尤其是市場的傳媒,很簡單, 香港就是這樣, 為何反過來罵那些窮人, 我真是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那班罵移民那些, 我不是討厭你, 如果你打算是賤便宜, 你該死吧, 因為這個世界是有歧視的, 哪有公道, 因為你不是香港人, 但我們不是想歧視你, 你不是香港人都不要緊, 如果你想拿這個, 作素不下工作, 我就歧視你, 其實是意願的, 第一, 你不是香港人, 所以你要給我歧視, 不過我多加一個附加的條件, 小前提就是, 如果你不做, 你不做事我才歧視你, 完全都是出氣現實, 因為這個新移民是不可能不做事, 是不, 因為他有很多年, 七年, 即是他拿來七年之後, 才可以拿那些利益, 是不, 這樣便浪費氣, 講那個完全是無恥到, 但問題就是,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李嘉誠會這樣講, 這個世界是哪個公平, 因為你是窮人, 所以你買不到樓, 我現在不是歧視窮人, 因為如果你打算吃免費, 不掃錢去賣樓, 我就歧視你, 我用這個語氣講, 他有什麼講法呢? 剛剛想到, 長毛所講的公平, 剛剛提到我們今天, 節目開始的時候, 講過公平, 剛剛想到一件事, 從另一個角度看, 為什麼這個世界不公平, 就是因為有些人, 信守不公平, 要用聖經的詞回, 我有人信守不公平, 地產商信守不公平, 因為他是記得利益者, 普通人信守不公平, 因為他不能夠改變不公平, 所以唯一做法就是, 逃避不公平的東西, 於是就找一些人出氣, 找一些所謂新移民出來, 做出去袋, 做針對對象, 然後就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不公平是應該的, 因為有些所謂懶人, 有些新移民搶賤的法門, 這個就是不公平, 所以慢慢大家, 好像對公平這個議題, 好像有些醒覺, 但是最大的問題, 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不斷逃避, 不公平, 不公義背後的一個關鍵, 就是那個資源分配機制不平衡, 政府的角色, 或者資本家, 地產商的角色, 而你不斷向新移民, 弱勢社群, 哪些人才可以抽出? 這個當然是, 從社會心理學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從臨床的心理學都知道, 去虐待人那個人, 即是說, 如果你是有虐待狂, 那你本身都已經是被犯罪了, 因為你不虐待人不行, 就似乎一個有受虐待狂的人一樣, 表面上有受虐待狂的人很賤, 你寧願被人租質, 你獲得快感, 其實很簡單, 那個虐待狂的人, 其實又不是犯賤, 因為他不虐待人, 他會拖鞋, 其實他本身, 在他施暴虐待人的過程裡面, 他被犯罪了自己, 他自己本身都將自己, 降格為一個, 就是, 依賴虐待的人, 其實, 從這個角度說, 你要歧視弱勢的社群, 無論你是用種族, 膚色, 年齡, 學識, 社會階層, 住哪裏, 去做的時候, 其實, 在某個程度, 就是說, 你將自己的心理不平衡, 發射在別人身上, 投射, 我們叫投射, 我們的學法叫投射, 投射, 投射, 你投射到別人那裏, 你便忘記了自己的問題, 而且, 你越來越, 好像上癮那樣, 所以, 你便將, 你去歧視或租質的人, 不停地擴大, 因為, 你覺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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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食藥那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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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句講過, 基本上, 就是, 真人富貴, 厭人窮, 即是, 即是, 一個, 面頭就是一個現象, 試協的性格, 即是, 甚麼都衡量, 即是, 到底, 你有沒有那些價值, 如果你沒有那些價值, 你不要跟他說話, 他通過壓低別人的價值, 去建立自己的價值, 所以, 剛才, 常常都講過, 即是, 我透過壓制, 對方的價值, 來提升自己的壓力, 很可能就是, 那個壓低別人價值的人, 其實, 在他小時候, 或者在他成長過程裏面, 都是用一個同一個方法, 或同一個形式, 去理定他的價值, 這個也是一個逃避自由的心態,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德國一個, 心理學家, 他, 據說就是, 將馬克思主義, 和佛洛伊德主義, 合起來, 他是逃避, 納粹的迫害, 走了去美國, 這樣的研究, 其實他說, 在人類裏面, 尤其是一個階級社會裏面, 那種逃避自由的心態, 很正常, 他寧願, 是, 去信一個全能的魔鬼, 都不會信一個善的上帝, 全能百姿齊, 現在應該改成, 很簡單, 他的社會心態, 是怎樣形成的呢, 就是, 當, 社會, 那個, 那個, 基本的, regime, 就是, 各社會的結構, 是已經, 就是, 崩解了, 開始不行了, 要轉了, 他又沒有出路去轉, 在轉的過程裏面, 他又沒有角色, 的時候, 他就, 網上網一個, 強有力的領導者, 即是家長, 如果我們講法, 一個領袖, 權威, 他寧願放棄, 就是他自由, 因為他覺得, 他很安心, 無需思考, 而且, 對於, 那些指出, 這個, 現象的人, 有爭行的心態, 不爭行那個, 去移動他, 壓制他的人, 而且, 通過追隨這個, 就是, 領袖或者, 權威, 是獲得自己的, 認同和存在, 覺得很舒服, 因為他無需選擇, 逃避自由, 不用選擇, 你選一個人就可以了, 所以, 其實, 這個心理學的分析, 當然是, 不是我, 三人兩個講的, 大家可以去買那本書看, 亦都, 上網可能都訂了上, 逃避自由, 是吧, 如果英文, 如果大家是, 喜歡看的, 用英文都看, 真的看都可以, 所以, 問題就是, 香港是不是一個這樣的, 狀況呢, 其實, 某個程度都是, 資本主義社會, 傳媒的, 大量的, 這個, 大量生產的節目, 是平板化, leveling, 即是一個模式, 大量生產, 刺激官能, 即是刺激你的官能, 很簡單, 皮視新移民, 當然是刺激官能, 第一, 他是看到的, 第二, 他是一個嘲諷, 而不能夠反抗的對象, 第三, 是可以不停地複製出來的, 這些東西, 是吧, 複製了, 不同的東西就可以, 所以你看到, 我們在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當我們的社會出現了,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或者經濟停滯, 或者那個, 收入分配, 越來越懸殊的時候, 那些人就是, 逃避自由, 希望, 阿爺搞定, 希望, 一個更加強勢的, 所謂大國崛起的中共, 去照顧我們, 這個時候, 背靠祖國, 接著, 就是擁護這個, 小丸子選舉, 完全是一個, 德國三零年代的情景, 是吧, 是呀, 所以, 好笑, 原本今集, 我打算說, 艾蜜蜜, 或者說桃鴉少女, 但, 原來, 剛才說到新移民, 不單止, 可以從, 就是, 社會制度, 甚至, 可以從心理角度, 去看到, 艾蜜蜜, 其實有一個, 因為, 這個, 《環球時報》, 他說, 艾蜜是一個, 獨立特行者, 他說, 獨立特行者, 這個法例, 這個, 中國的, 法律, 是不會, 法制, 是不會因為, 獨立特行者, 而, 轉彎, 而扭曲, 而彎曲, 其實, 意思就是說, 你該死吧,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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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付出, 食一含乳第一渴, 那樣的事情, 是, 這個很明顯, 有父權的心態, 是吧, 現在講到明, 喂, 你艾蜜蜜, 你這樣搞, 搞到我們頭痕, 又令到, 這個, 中國人覺得, 很不開心, 很不體面, 所以你值得, 是要坐牢, 這個當然是非常之, 恐怖的邏輯, 是吧, 就是, 我很難得, 就是, 我覺得很, 很難說的就是, 既然間, 大陸的知識份子, 有些出來撐, 撐你的觀點, 即是說, 你都壞了, 你想特權, 你做了些事, 想不負責任, 其實這個, 在香港爭取, 集會自由, 我跟很多人講, 長毛, 你威威, 你自己要特權示威, 示威不被人抓, 我不是的, 我是欠你的權利, 不是我要這樣做, 我沒有說不讓你這樣做, 我說我可以這樣做, 其他人可以這樣做, 所以, 逃避自由, 崇拜權威的一種, 法西斯主義的心態, 不過, 在香港其實也是這樣, 社會崩解, 我看了自由黨叫女工出來說, 哎呀, 這個李居然真是壞, 搞到我沒有工做, 這些就是, 是法西斯主義的苗頭, 就是爭恨異議者, 忠義強者, 忠義命運, 由強者去操縱和波龍協調, 不要緊, 你給我打就行了, 二十八元多頭, 二十二元, 都可以的, 他就罵那個, 二十二元太低了, 二十八元的人就顛倒了, 所以, 說社民連是民粹主義, 就真是不敢當, 因為民粹主義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剛才我說的那種崇拜權威, 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是要有一個強力的機制, 你社民連和這個白民主派, 有什麼強力的機制, 就算你坐在馬上坐兩分鐘, 最多坐兩小時已經抓你, 我們怎樣強迫多數人, 我們怎樣強迫多數人, 接受我們的東西, 我們是強迫多數人, 聽聽我們說什麼, 是有這個本質上的分別, 好,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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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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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ة個星期再見, 和旅河一位, 能不能明昏的色列, 你會告一遇見黃色嗎? 好,